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单方面的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支持纵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活动 阻挠限制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合作 狭阳自重 不断抛出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谬论 和针对大陆的对抗言行 升高两岸的敌意 导致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 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利益 民进党当局应该深切检讨 深切检讨正视台湾民众 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 希望改善经济民生的强烈愿望 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 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民进党及其当局只有放弃态度立场 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在联岸关系中找到出路 谢谢